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三鲜锅 三鲜锅我需要这些食材 鹌鹑蛋 面鸡 蒸蒸菇 黄鱼 虾和白菜 接下来我们把每种食材都清洗干净 好了这样就洗干净了 先把黄鱼刮一下刀方便露味 正反面都要划一下 再把刚才清洗干净的虾来抽了一下 先取掉虾头 拉出虾馅 再把虾从虾背开一刀 留住尾巴一截 白菜给它对半开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准备点辅料 姜切丝 丝不用切得太细 蒜切半个 切片 再来点葱白部分 葱段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平底锅 把黄鱼煎一下 锅烧热后加点油 先黄鱼用厨房子控干一下水分 煎的时候以免煎起来 鱼为烧热后我们就可以下锅煎了 黄鱼下锅的时候先不用去动它 让它煎至定型以后 我们再反面煎一下 煎至两面焦黄 就可以把黄鱼剩出备用 热起锅 把刚才煎黄鱼的油倒进锅里 锅煎热后 我们把虾头放进爆香 再把葱姜蒜加点进去 一起爆香 这虾头请注意熬虾油用 汤汁会非常鲜美 熬出来 再加上葱汁和姜汁 熬虾以后我们倒入开水 汤汁里面我们加点酒 去一下心 加一下黄酒 胡椒粉 加一小勺盐 汤汁用慢火熬至8-10分钟 现在汤汁熬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里面的虾头和调料捞出来 我们需要汤汁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砂锅 砂锅底部加点油 以免粘锅 再把白菜加进去 涂上蒸蒸菇 再把面积摆进去 再把虾摆进去 鹌醇汤也加进去 因为这些都比较容易熟 黄鱼煎过了更容易熟了 所以可以一起加进去 再把刚铲熬好的汤汁加进去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转为中火 煮6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锅盖看一下 满满一锅 闻着这很有食欲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汤够不够咸 刚才我加了一点点盐 不够咸一点 再加一点 再稍微加一小勺就够了 撒撒一把葱段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今天这套热气甜甜的三鲜薄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